哈囉大家好 我是教練Coach 今天來介紹由SQUARE IN S最新發布的 勇者鬥惡龍系列最新作 勇者鬥惡龍戰略指揮家 這次的主角是以怪物為主的故事模式 有點像是以前我小時候玩的怪物仙境系列 需要培養最強的怪物軍團 甚至沒玩過怪物仙境系列 但是看過這個月動漫新翻 勇者鬥惡龍達一的大冒險 也能夠在遊戲內找到共鳴 因為我體驗下來 本作對勇者鬥惡龍的世界觀 還原度是非常的高 除了這個系列的回合制戰鬥要素以外 本作還加入了棋盤式的戰略玩法 光是加入棋盤式玩法 就讓整個遊戲內容更加的豐富 適合喜歡收集怪物搭配組合的玩家 來挑戰攻略不同關卡的戰略RPG手遊 有多種方式收集怪物進行培養 除了玩家熟悉的徵招轉蛋以外 也可以透過關卡獲得怪物成為夥伴 另外如果遇到同一隻怪物 會自動轉變成覺醒點數 讓玩家可以覺醒怪物進行階級強化 在主隊方面要特別注意 如果有S或A級C有怪 在隊伍擔任隊長會有專屬的隊長技 可以依照技能屬性或種類來進行主隊 善用隊長技能讓隊伍變得更強 像是貝斯史萊姆王的隊長技 能夠讓隊伍的體積威力提升10% 隊員就能選擇擅長體積的怪物 遊戲除了攻略關卡以外 怪物的養成也是很重要的 除了戰鬥獲得的經驗值 還可以透過冒險系統內的故事模式以及副本 取得經驗古書來升級怪物 也能解鎖新的特技 後期如果怪物等級到達上限 可以透過升階寶石 提升怪物階級 之後怪物等級上限也會增加 目前階級總共有5階 每階所需要的寶石也不同 除了主線故事模式可以獲得 也能從培養任務的關卡 來收集不同顏色的升階寶石 而且怪物養成除了階級等級外 玩家還可以透過強化書 來強化怪物的特技 比較特別的是 特技強化會隨著等級提升 但是相對的升級機率也會下降 但還好不會暴技 所以可以放心大膽的升下去 怪物除了固有的特技外 遊戲還有特技學習的要素 可以透過特技祕傳書來學習特技 也可以將原本不喜歡的特技覆蓋掉 甚至能配合隊長繼續學習有加成的技能 特技祕傳書是由戰鬥之路中的任務 第一次通關獲得 或者可以在樂換所進行樂換 其次培養主隊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除了屬性相克 還有等級 階級 覺醒等級 裝備 特技強化 特技學習等6種培養方式 遊戲中的特技共分為4大類 物理 皺紋 吐息 體濟 物理類特技 夥伴攻擊力越高時給予敵方的傷害也越高 實話還有必定會爆擊 或是一擊給予多次傷害等不同效果 皺紋類特技 當夥伴資能越高 給予敵方的傷害也越高 並且輔助型的皺紋恢復量也越高 吐息類特技 除了給予傷害外 還有各種能附加異常狀態的吐息 體濟類特技 有像是保護這種能夠代替夥伴承受傷害的特殊特技 簡單一點的理解方法 物理類是看攻擊力 皺紋類是看資能 吐息和體濟 則是夥伴等級越高 給予敵方的傷害也越高 另外覺醒除了點數累積外 還有每日任務中的大師任務來蒐集覺醒碎片 然後再到月幻所換成覺醒結晶 這樣就能增加覺醒點數來學習覺醒技能了 因此不需要抽重複的怪物 也能讓怪物覺醒 就算是無課為課也有完整的遊戲體驗 雖然覺醒的會比課長慢就對了 而且覺醒技能真的非常實用 例如皺紋威力加5%MP回復等 絕對是快速通關的一大助力 後期隨著等級的提升 戰鬥力也會有停滯的問題 這時候就需要裝備 目前除了主線與獎勵外 還有培育任務中的裝備關卡來取得 然後還可以透過裝備煉金 來提升裝備的附加效果 再來進行關卡戰鬥的時候 可以先確認敵人的特性及屬性 如果有特技可以克制敵人的 敵人身上會出現大落點的標記 可以善用關卡前的資訊 以及怪物的培養 來造成相克效果 這樣挑戰關卡一定能暫無不勝 那現在就是我們的誓玩環節啦 其實我已經玩一陣子了 那馬上來看一下我們的夥伴 我們開場的時候 我們這邊就有4S啊 這個是我刷首抽刷到的 那我之後會拍 怎麼刷4個S的首抽方法 然後我也會拍 這個隊伍怎麼搭配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這邊的隊伍 為什麼我是刷這樣的陣型 因為呢 十人妖是物理攻擊的 然後他當隊長 可以讓敵人的攻擊力降低10% 那他這個隊長特性呢 是有範圍的 然後這個史萊姆王隊員 他等級高一點的時候 可以學到這個補血 後期補血會很好用 接下來 彩虹恐雀 S級的 他是一個梅拉跟 敵恩屬性的傷害 是一個法師的定位 所以我們這邊有 火屬性跟電屬性嘛 梅拉跟敵恩 還有剛剛 五屬性的 十人妖 那十人妖算是坦克 然後還有一個S級的隊員 貝斯史萊姆王 他的技能是 五屬性的跟基拉 基拉就是爆炸屬性 然後他的第一招可以把人家吹飛三格 算是一個蠻好用的控場技能啊 那第四個隊員 我們放這個 殺人暴啊 因為他的技能都是八級風屬性的 然後放他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移動力是四格 我們這個隊伍裡面的移動力 都只有兩格 所以我們要補一個 跑快一點的 可以拿寶箱 比較方便 那馬上來測試一下 這個隊伍的能力如何 我全部都把他升到大約二十級左右了 好了 進了這個戰鬥畫面 因為後面的時候啊 關卡會比較難打 然後AI有時候笨笨的啊 不幫你撿寶箱 要不然就是在那邊亂耍雷 所以後面關卡 可以手動打 就手動打 比較容易拿三星 那我們先看這個屬性啊 屬性的話 仙人掌他怕的是 基拉跟兵系的夏德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這兩個技能 所以就只能這樣打啦 好我這個位置排好了 第一回合 特性發動不到正常 因為太遠 這邊的話 先來放一個 梅拉米 這範圍還蠻遠的 先燒一下仙人掌 那我們現在殺人暴可以移動了 先走到仙人掌這邊 我們這邊的話 用技能是風系的 他有抗性 所以普攻打會比較痛 我們就用普攻攻擊 現在換貝斯史萊姆王 我們走到殺人暴這個後面 放技能就可以打到他 因為他這個技能是兩格的嘛 然後這個 食人妖往前走 打不到 走太慢 太胖了 史萊姆帝王 這往前走啊 放他這個加防禦的 技能有個技巧 因為他是九宮格的範圍嘛 所以我們選殺人暴加不到 只能加到兩個人的防禦 那如果我們這個 加防禦選中間這個 貝斯史萊姆王 就可以加到三個人 看我們加下去 加起來 三個人加防禦 朴文貓 來攻擊我的殺人暴正常 因為他們會先打最前面的 好 中幻覺 然後被打一下 被打一下 殺人暴快掛了 這個在走的時候啊 都可以一直重新走 只要你沒有按確定之前 沒有按決定之前 那我們一樣放這個梅拉米 梅拉米來燒仙人掌 把他燒死了 殺人暴這邊我就會把他往後拉 因為我們要打這個關卡啊 要拿三星的話 就是一直都不能死 那往後拉這邊的話 用一個技能穿牆 把他殺掉 然後貝斯史萊姆王 也要往前走 來個崔飛 那這個崔飛 在打一些坦克啊 或近戰角的時候很好用 可以算是一個控場 如果是對到近戰角的話 崔飛等於是讓對方 要重新走回來 那就是等於他一個回合不能攻擊 還好用的 那這個食人妖啊 技能非常的痛 但是很耗膜 技能直接一棒敲死 這個條文貓啊 然後史萊姆帝王 往前走一波 一樣加防禦 可以加到三個人 這遊戲有一個比較好的機制 就是像這種buff啊 他只有給一回合的加防禦對不對 然後再施放的話 可以把他的回合數疊上去 然後這邊打不到都正常 只剩下一隻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 應該是把他收掉了 好 輪到我們食人妖 攻擊 一棒敲死他 吃老娜的大棒棒啊 那我們現在打完了啊 就可以拿這些紅寶石 第一次通關也會再給我十個紅寶石 唉唷 條文貓加入成為夥伴 有時候你打關卡的時候啊 會有一些怪啊 想要加入你的隊伍成為你的夥伴 你就是等於不用花錢啊 去抽 就能夠拿到這個怪物 還蠻不錯的